绿岛是著名的观光景点 不过岛上也有国军单位驻守 空军的气象分队负责掌握台湾东部 及周边海域的天候情姿 守护飞行跟战机演训安全 每天会释放两颗探空气球 掌握大气当中的气象变化 透过各气压层的高度、温湿度还有气压 经过系统产生3D图表来判断天气状况 预报的速度比中央气象局还要几时 用轻气将气球灌导 再把探测资料的发射机固定在气球之后 就可以进行高空探空作业 3、2、1 短短几秒气球消失在眼前 各气压层的高度、温度、湿度、气压 风向跟风速就会传到地面 经过系统产生电脑跟图表 判断危险天气的高度跟强度 那如果说研判这个回波趋势 有朝闻导方向 移动的话 那对分队的威胁 我们就会立即回报给我们的台北气象中心 绿岛气象分队每天执行两次高空探测作业 掌握台湾东部地区跟海域的天气动态 协助基地确保各项战备演讯任务能够顺利执行 是东部地区相当重要的气象单位 飞机就在空中飞 那我们地面观测资料 没办法全面的攻击 我们载空机 所有的风向风速温湿度 这些其实一点点小小的温湿度 甚至一点点风向风速都容易造成空中 在空机教官的飞行安全 而地面还有都普的气象雷达 有传送接收电磁波辐射的功能 虽然跟中央气象局的预报类似 但绿岛气象分队的数据分析又更精准一些 我们的绿岛分队雷达 它的图支是每七分钟会更新一张 因此相较于预报来讲 透过我们的人员判断 七分钟就可以判断一张图 它的预报会相较于中央气象局来讲 较为比较及时这样子 紧盯天气状况跟结构 掌握大气当中的气象变化 绿岛气象分队守护着国人的生命安全 记者下面绿岛报导